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幅 它主要的主題會朝向 所以這個石頭也會朝向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一個祈禱的動作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在 很多敗戰體藝術的頭 有時候你會看到它 跟面對的神 它的頭甚至是 這個還不夠 就是倒 有的甚至180度 像那個脖子要折斷的一樣 你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不合人體工學 怎麼會畫出脖子是這樣子 它是告訴我們要 全心全意的奉獻神 甚至將你的生命都奉獻出去 所以它的頭就是會 整個彎曲 就是像180度的平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一幅在有很多 這個敗戰體藝術 甚至就是老年人 你甚至看不到它的嘴巴 因為我們說 它嘴巴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甚至它把它嘴巴畫得很小 有的甚至沒有把它畫出來 就像這樣蓋住 就是帶過去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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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